第十九条 现在这个题目就给了一个正方形 inscribe 即是刚刚包在圆形里面 找回阴影面积 其实你也知道是常识 整个圆的面积减回长方形的面积就可以了 问题就是圆的半径如何找 首先将这个长方形的斜场连起 因为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用不时定理找回这个斜场是多少 斜场就是12的square 加回5的square 就会等于斜场的疑似 这个斜场是什么? 其实就是说圆的直径 所以你可以用不时定理找回 就是13 既然你知道直径是13 半径就是6.5 半径6.5之后就可以找回这个面积 就是把整个圆的面积 pi 找回符号 pi 乘回6.5的二次方 整个圆面积 减回长方形的面积 5乘12 就可以用计数机出答案 6.5square 乘回pi 132点多 这个是圆面积 你要减回5乘12 就给它72.7 因此答案就是boy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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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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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